Hello 大家好 我是Ryu 我是Yuma 對 那現在呢 我們在水戶這裡 就剛剛拍完這個教練的女朋友鏡 所以大家這個星期四呢 也可以看到我們穿這個衣服 然後在這裡就是採訪日本人 那今天其實 對 母親節 母親節 對 日本是母親節 母親節 對 今天本來是說要拍 現在要上傳這個 我們去香根玩的後邊的這個影片了 但是因為今天是母親節 所以呢 因為我們的老粉絲 我媽媽 媽媽 阿姨 對 媽媽她說明天 就昨天她發給我信息嘛 明天你在網上跟我和阿姨說母親節快樂 我就高興了 哈哈 對 那今天就因為 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個 驚喜給 因為媽媽叫我 跟她說母親節快樂 哪有這種媽媽 對 但是最後就是 好啦 就這樣好不好 這部影片其實就特別送給我媽媽和阿姨 因為她們是我們的眾士粉絲 每天在看我們的影片 所以呢 就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快樂 雖然就是自己在遠方 在日本沒有在自己的國家 所以呢不能送什麼禮物 那就說可以送這段影片 給媽媽 那就順便教一下母親節快樂 日本人會說什麼 對 日本的母親節的話呢 我們不說快樂 不說快樂 那說什麼 いつもありがとう 對 日本的人 他們就說いつもありがとう 母親 母親いつもありがとう 母親いつもありがとう 謝謝你養我養得這麼大 保送來日本 嗯 好啦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好 那明年可能就是會送禮物獎 還有阿姨 謝謝你一直支持我 所以香港的影片呢 會在下個星期六 星期六的時候上傳 星期六的時候呢 會上傳後邊的香港的影片 所以大家請耐心等待 那就這樣囉 嗯 就這樣囉 拜拜 拜拜 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快樂 いつもありがとう いつもありがとう 晚安 maybe 你看大週遲 policing 你呢 總 заключ了